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免婴猫 本期主角可厉害了 长着一张一阳千玺的脸 浑身散发着光芒耀眼的帝王气质 不出声的免婴猫和周姐一样的完美 但是一出声 只能感叹一句 如果猫的性格有段位 青铜型就是 谁敢碰我我就跟谁拼命 代表猫主要是流浪猫 白银型就是 看我心情好坏 决定让不让你碰我 代表猫主要是大部分家养的田园猫 黄金型就是 随你怎么碰我我都不反抗 就当被鬼压了 代表猫主要是阴短眉短 到钻石型就开始厉害了 你碰我我还爽给你看 让你身心愉悦 代表猫就是得温不偶 新药型就更不得了了 主动黏在你身上让你摸 不摸不给走 这说的就是免婴 所以自行体会免婴的性格吧 问题二 免婴猫真的很贵吗 免婴猫的价格 确实比大部分猫要贵那么一内内 但也不是最贵的猫 而且后院猫和正规猫舍的价格 也是天差地别 依然是几百到几万的价格区间 所以免婴猫真正贵不再买 而在养 如果说不武猫叫猫中鸡猫 是因为性格好 那免婴猫叫猫中拉不拉多 不光是因为性格好 还有吃得多拉得多 简直和拉不拉多一模一样 我这么说免婴猫应该没人反对吧 猫粮供应是普通猫的两三倍 猫砂也同样要消耗超级多 加上一些零食和肉类 每月起码六七百的开销 这已经接近我家霹雳的月供了 再加上大体型要用更大的猫砂盆 和更大的猫爬架 这都需要更大的房子才装得下 所以对于养免婴猫来说 有钱就按有钱的养 没钱我们就努力挣钱 等有钱了再养 问题三 免婴猫到底有多大 免婴猫外号叫温柔的巨人 温柔代表他亲人的性格 人代表他聪明的智商 巨就代表他超大的体型 吉尼斯世界纪录里 最长的猫就是一只叫斯特威的免婴猫 体长有123厘米 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站起来去坐公交车 要买全票 当然不是所有的免婴猫都那么大 一般我们养的免婴猫 基本身长都在一米左右 而且母猫要更小一些 但免婴就是最大的猫品种 要是有比免婴还大的 一律按老虎处理 总结 虽然免婴猫性格温顺又黏人 但他并不适合所有人群 看看他的毛量就知道 吊毛不是一般的狠 而且长毛还需要大量的打理时间 直接就能劝退996和007用户 我也强烈不建议女孩子饲养 你以为他庞大的体型 就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 可他顽皮的性格也很要命 当你躺下的时候 随时有被胸口碎大石的风险 尤其是没有天然防护的 可爱心妹子 更容易受伤 别问为什么 懂得都懂 每一个被免婴猫折磨过的蚕屎官 都会深刻地体会到 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这句话的真谛 如果你就想养免婴 那可以先养一只金毛适应一下 他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能再多说了 不然又要被误会 我再推荐金毛了 我先给我家张国伟装猫怕架去了 下期想听什么猫 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霹雳心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